修一台ipad的2018 那么这个机器是不充电 那么这个的充电SN是集成在大电源里面 那么我们先检查 电源随换 那么给电源做一个更换 那么像这个机器 虽然是大电源封胶的 6S7的呀什么的 一样的封胶的 但是它背面没有东西 相对来说 撬起来比较安全 拆下电源IC我们对板底进行处理 要清理掉剩余的胶 这个是浮胶的元气 OK处理完之后我们直接装上新的电源IC 其实像这种ipad的话 故障率最高的还是尾差 主持人 引起来不充电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 OK安装完毕我们装机测试啊 之前是一点充电反应没有啊 一点充电电流没有 那么更换完毕 我们测试啊充电正常啊充电电流也是正常的 OK结束维修 维修 维修